余队 今天来啊 是给您和各位 赔博士来了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余队 前几天啊 真是我一时冲动 我还以为啊 有人给我来个下马威 故意整我 谁要整你啊 这个我一时也想不起来 不过呢 我也不想了 今天呢 我 我有另一个意思 这个 给您看看 你要撤案 就这样吧 余队 我姐啊 昨天晚上找我谈了 说我姐夫刚回秦河当副市长 又是市嫂黑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结果这案子就发了 我心想啊 这破案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 那当然了啊 余队 您可是神探啊 可是您也不能保证百发百中啊 您说对不对 王庭大哥 我们都是普通人 有什么话直说吗 那是那是 我想啊 这案子啊 如果一时破不了 这事儿就可像滚雪球似的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我是怕 影响您的危险 再说了 这样对我姐夫也不好啊 这样 就算破财免灾了 你准备免什么灾啊 我就花钱卖个教训呗 以后啊 提高警惕 反正我就认了 三十七万不是个小数 你这笔钱怎么办 说不心疼啊 那是假的 可凡事啊 都得从大局着想啊 国家正在扫黑除恶 您已经够忙的了 我怎么好意思啊 再给您添乱啊 您说是不是啊 李冰啊 你知道扫黑除恶 是国家行为就好 但是我们作为国家执法人员 绝不可能袖手旁观 对吧 余队 我是真不想给您添麻烦了 好 你这个撤案申请呢 我先替你收下了 好 谢谢 至于说能不能撤案呢 这要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 具体的说 是要走法律程序 现在不能给你答复 我说清楚了吗 还有事吗 清楚吗 没事了 喏